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你们离开林江以后 怎么没去找我呀 本来我们已经平安处成了 谁想到半路上碰上日本鬼子了 阿栋见了日本鬼子艳情都红了 我一把没拉住孩子就冲了出去 可怜的阿栋 小小年纪就这么中了几枪倒下了 阿栋也死了 那时候我也不想活了 也跟日本鬼子拼了 结果也中了枪 是淑芬这孩子带着游击队把我救了 在游击队里 我遇见了刚被游击队救火的阿珊 却没有见到你 我满时间打听 都没有你的消息 那天李掌柜 送我和阿珊分别出城 我离开林江城以后 就找不到阿珊了 后来听李掌柜说 护送阿珊的那几个同志 遭到了伏击了 所以我想阿珊可能也死了 要说呀 还是你们兄弟两个命打 可是这阿栋咋回事啊 要说吧 活得见人 死得见尸啊 可一点消息都没有 连尸首都找不到 那片山梁 我后来去了很多回 可再也没有找到阿栋的尸首 可怜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阿栋死了 阿梁又是也死了 乔家那就是灭门了 乔家所以遭这么大的难 都是把阿珊给害的 你让我怎么还有脸活下去 怎么还有脸见乔他的那组练宗啊 李昂 你别这么说 阿珊是为了救阿秀姐 才和日本鬼子拼命的呀 再说了 我和我爹也是一心为了抗日 所以这笔账来要算 只能算在这个日本小鬼子的头上 跟阿珊没关系 乔家那是多大的基业呀 就这么没了 那不是因为我们才没的吗 娘 乔家没有绝后啊 我还活着呢 是啊 师父 你看看我真是老糊涂了 阿梁 你还活着 你活着就好 你活着 娘的心里就亮堂多了 娘 我会一直好好活着 那说好了 你给我好好地活着 给乔家 好好地留着这根血脉 小林 这次要不是你 我这一百多斤可就交来了 是吧 别扑扑扑扑扑扑 好好好 不说了啊 但是我老何记着我欠你条命就是了 你笑什么呀 你说你老何 大风大浪你都过来了 这次查理在阴沟里翻船 是啊 我在战场上都没吃过这么大亏啊 这个内奸 铁手查理见了没有 我看这小子最见过山 你小子好着呢 铁手在干什么呢 不行我俩联名向上风汇报 让他卷布盖走人得了 就是 我听铁手说 他最近有一个大计划 什么大计划 不知道 但据说要惊天动地 如果我们都在他华裔范围之内 这个计划不到实施那一刻 恐怕不会跟我们商量 不跟我们商量又干啥呢 还惊天动地呢 内奸不除 再大的计划都白费 不是 铁手透露的意思啊 这次的计划 就是要利用内奸来试试 利用内奸 具体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能干什么 等呗 除了等 我们还能干什么呀 这日子 闷死了 人人哪个东西 忘不了的香音 唱不够的家乡小调 只有冲出枪林弹雨 活着回来的人 才知道一家的骨肉 重逢的惊喜和欢乐 多么怀念那个时刻 没有鬼迷心窍的潜力交易 没有贪得无厌的金钱欲望 再没有污染的蓝天明月下 清晴清晨的似山里的甘泉 要不怎么会有人说 人这一辈子啊 最富有的就是浓浓的清晴了 乔梁 你大小长得就好看 我还说 你小子是找的咱俩傻啊你 谁是傻 他才傻哪 就你傻啊 你在哪儿找这照片 给我了啊 给我了 留着 咱留着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这张照片不行 谁啥 用有阿东的照片 就这么一张 就给我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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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乔梁兄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我弟妹是部队上的吧 哪有什么弟妹啊 从苏联回来以后 就开始打仗了 个人问题啊从来没有考虑过 对 我跟你讲啊 弟妹没有 但是阿良心中穿着一个姑娘呢 真的啊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啥叫胡说了 我派人去打听了 是不是临江城 大资本家叶天成的女儿 叶雅楠 你调查叶雅楠干什么呀 我当然得调查了 我得看看 我弟弟喜欢的这个女的 是啥样子 别让这个女的给骗了 骗了我怎么跟你讲交代啊 娘 你说这个 她是不是胡说八道 她还有理了 我跟你讲 我查到一些问题 你想不想听听 其实你调查不调查 都不重要了 有件事情横在我们之间 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你 你俩那谁伤害了谁啊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 别问了啊 那看这架势 肯定是你伤害了她 行了 不说这个了 这篇呢就算翻过去了 你干什么 不说这个了 我可以 смat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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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杨楠 还没睡呢 没睡呢 爸 杨楠啊 我决定我们暂时不走了 有些事等到确定以后 再做安排 行 听您的吧 你在医院工作消息灵通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记着 回来告诉我 我知道了 那你也早点睡 娘刚才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啥话 让你给乔梁当保镖那句话 什么意思啊 是让我去他手下做一个小连长 打仗的时候好保护他 那不就是当保镖吗 那跟那小三给你当警官员有区别吗 那区别大了吧 你答应没有啊 那 那什么呀 你到底答应没有 你这个老娘 你咋比我还急呢 我要是有想法了 我还能不告诉你啊 这还要想啊 当然得想了 你想想啊 我堂堂一个天下第一下大队的大队长 我去到他手底下当个小连长 这不是彻底的大才小用了吗 这 这是娘的话 我不听得咋办啊 你说是不是 是 况且乔梁现在不能再有闪失 万一他有闪失 那乔家就彻底没人了 我得保护他 让他好好活着 娘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啊 人家乔梁那么大一个团长 那用得着你保护吗 再说了 前些年你打死那这本鬼子 那倒是为了革命啊 那怎么你就成了那个害子乔家人的罪人了呢 要不是因为我啊 乔家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就不能小点声 那革命本来就是要有牺牲的吧 我跟你说 我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娘 他 他到现在还把乔梁当少爷呢 干什么呀 好像你马上山上来就比他第一等 真是 无产阶级早就翻身当主人了 要说低啊 那也是他比你低 那凭什么你就比他第一等 凭什么你给他当保镖 凭什么他就在你头上作威作福啊 哎呀我是女婆娘 他什么时候在我脑袋上作威作福了 我跟你讲 我跟他从小就是吃一目来长大的 我们俩从来就没分谁高谁低过 最起码从娘儿他就分了 从你这儿也分了 你懂个什么呀 我分什么了我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笑啊 我自己心里想的想啥 我不知道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个啥 我 你 你到底要说啥呀 我要说的是 老马 你能不能自己争口气 你啊 是 乔良啊 他家庭条件好 人家富家子弟 论人品 论这个长相论学问都比你强 他们家破落了 他还到那个 苏联去留学 剁了个金回来 起点事高 可是老马 咱不比他差 真的 真的 你说这么多年来 风里来雨里去的 摸爬滚打 那么多的战功 那次不都是咱真刀真枪的拿命拼来的 从我心里头我觉得你就比他高 要说低的话那也是他低 那凭什么你就给他当保镖凭什么呀 你 你这小点事你娘听见 你干 干啥呀你这是 我 我也没说一定要去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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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心里头这么想了 你心里这么想了 就说明你心里头 已经分出个高低贵贱了 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啥时候分高低贵贱 从来就没有 你这个脑子你好好想想 你自己都没想明白你 行了 行了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问题 行行行行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想怎么办你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喝 风够大的啊 别想了啊 我们的正规军呢 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没你的位子啊 你还以为我真想去啊 如果真换的话 那也是你到我们县代队 给他当个副大队长 有我保着 没问题 牛是越吹越大了啊 我告诉你吧 老板 我们这个正规军 要打的打的是大仗 你知道这次要去哪儿吗 那要去南京 谁愿意跟你们游击队 在一块儿过家家啊 谁游击队啊 谁过家家啊 我告诉你 阿良 别瞧瞧你哥这个县大队 我已经跟纵队领导 接过报告 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我们这支县大队 能争善战 是解放全中国 不可欠少的中央力量 不服气 老板 老板 我觉得嫂子对你挺好的 别动不动地就被人家发火 刚才你都听见了 谢谢你啊 一直把我当亲兄弟 你永远是我的亲兄弟 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那团娘啊 个子不矮 可是这见识不高 她说什么话 别往心里去 谁往心里去了 我给你阿良 不管将来 咱俩会不会在一起 你得给我记住了 你可不能死了 你要给瞧瞧 留下这点英雄血脉 行 我听你的 永远都不会死 这还差不多 为了保证这一点 我必须加把劲 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再用什么子弹过来 我帮你挡着 我帮你扛 你到底是希望我死 还是不希望我死 你到底是希望我死 你们把劲出来 允许即设的 我都不可以 你不过去 不然你老终 这寨 只有一命相抵 阿爹 这宅子 还是乔家的吗 娘 我也不清楚 我从此没打听了一下 这宅子 自从出世之后 就一直闲职着 后来日本投降以后 政府 就把这个宅子 给保护起来 算是对 抗日英雄一家的照顾 只可惜啊 你这么人打扫 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么说 还是乔家的 阿良 你跟上人说说 把房子要回来吧 娘 再说吧 干吗再说 我也觉得你应该得要过来 这本来就是你们乔家的 要来之后休一休 住不住再说 反正留个念想啊 再说吧 雪儿 小姐回来了 吃饭了吗 不想吃吗 雅兰回来了 爸 你要出去啊 我送送客人 告诉你 好 我就不愿送了 爸 他们是谁呀 雅兰 他们是谁干什么的 你暂时最好不要知道 等到时机成熟了 爸爸会告诉你的 还这么暴力吗 什么事啊 雅兰啊 应该我们不需要走了 不走了 你不说时机成熟了 咱们得赶紧走吗 现在我还不能 跟你说得太多 别看 我总是和乔梁 较尖不服气 提示我的心里啊 最盼望的就是 能够和乔梁一样 成为正规军 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 没想到 这天呀 还真盼到了 看着兄弟们 穿上军装的神器劲 但是我想啊 马鞍山这辈子没白火 我们现在 可都是正规军了 正规军 小店也有正规军的样子 跟兄带走 去 来 阿梁 不错吧 都成了正规军了啊 当然了 正规军了 恭喜你啊 还好 还好 看看开齐了啊 好 好 好 去 把风机扣系一下 不行 太累的话不舒服 什么叫正规军啊 我告诉你 这叫风机扣 风机 就是作风硬朗 纪律言明的意思 你扣上了 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严格地约束自己 有道理 正规军 就得严格要求自己 你这要干啥去啊 去谈部 纵队的刘副正伟来了 那是不是有心理任务 我觉得应该是吧 都一个端星期了 部队早应该开拔了 而且呢 现在杜江的部队 已经集结完毕了 你像这种打仗 怎么能少得了 我们蒙虎团啊 对不对 谁爱你呢 这呀 这呀 你那个 见的刘副正伟 把我们下代队 也给说说 说什么呀 说说情啊 去前线打仗啊 杜江啊 去老蒋的总统府 把他妻子给换了 我这个都做梦做了 八百回了 这样别 别抢 这事就得我干 你笑什么呀 去总统府换旗子 老板 我觉得吧 像这种好事啊 你梦里头过过瘾 就完了 别当真 别当真 你这话说的 我就不爱听 我告诉你 如果我把你的话 告诉纵队的刘副正伟 我猜我能猜到 刘副正伟会怎么回答 他肯定会说 什么 县大队 要去总统府换旗子 那你们正规军呢 蒙虎团呢 吃干饭的呀 正规军和县大队 那就不是一个序列 这仗怎么能打一块啊 怎么能打不得一块 解放临江城的时候 那是不是冰家做战的 临江是临江 小大小闹 杜江是杜江 那是千军万马的大仗 怎么能一样啊 小打小闹 打仗还不然大小啊 大规模的战争 是还要有 但是这个全国的 游击战的胜利 如果没有我们 你们正规军 能打到点船船面上吗 你跟我急什么呀 我是说 刘副正伟肯定会这么说的 明白吗 我不跟你接干涉及啊 我跟你讲 都是你这种 在正规军待久的同志 才看不起我们地方武装的 才让我们没地方打仗 也才让我们不能换旗子 行了 你也不要恼羞成怒了 我替你去说 行了吗 真的 我就替你这么说 说这个县大队啊 那是世界上第一县大队啊 我一直说到刘正伟 都觉得不好意思 非要带你走不可 行不行 不是 你也不用这么讲 我跟你讲这么说 你说 你就说 我们县大队 这支部队特别能打仗 比你们蒙虎团强很多倍 去 如果不让我们去啊 就是这个纵队的一大损失 就是渡江战役的一大损失 更是解放全中国的一大损失 哈哈哈哈 哎呀 老马呀 老马 我是见过不要脸的呀 但是像你这么不要脸 我还投一回见啊 老马 我就按你这方法去说 这样 我就等你凯旋归来 这次我们粉碎了 敌特破坏梁库的行动 临江的地下党组织 可是把你挂到天上去了啊 对于我们蒙虎团来说 这是小菜 小菜 临江作为我们转运军粮的重镇 军事要塞的意义 你这个刘洋学军事的指挥员 不会不知道吧 首长 你这不是要考我吧 你还没说错 我今天啊就是想考考你 如果让你担任临江的 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你将如何管理这种城市啊 作为刚解放的城市管理者 军事斗争不是首要任务 解决城市的民生 维护城市的秩序 这两点显得优伪重要 也就是说呀 启用了解当地情况的 地方军事干部 来管理这个城市 那才是切实有效的 我明白了 你就是划了一条线 把自己划在县外边 也就是说 你把自己给摘出去 政委 我真不是这意思 您想啊 军管会的主任 那可不是个临时职务 那是地方的父母官啊 必须要有扎根本土的工作意识 你像我学军事 对吧 征战啊 打仗啊 是我的本职 你让我留下了管理城市 这确实有问题 所以说 政委 我压根就没有把自己装进去 更谈不上把自己摘出来 盒子 您的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已经可以活动了 他跟王大志最近有什么异动吗 没有 一切正常 要我说 他们两人 谁都不想活着 对了 铁手战长 你的新计划 需要我们做什么 暂时还不需要 等到实施的时候 我会给你具体的质量 好 我们都觉得你更适合留下来 凝结管理这座城市的挑战 这不必打仗轻松啊 政委 打仗我没关系 但你让我留下来管理这个城市 真的对于我来说 有点勉为其难了 共城难 守城更难 你看 我们解放了这么多的城市 可是要管理好这些城市 那是难上加难 你的猛虎团会被调往前线 但是 你需要留下来 看样子 你们是真要把我留下来是吗 组织上是这样考虑的 行 我同意 你同意了 我同意留下来 担当这个军管会的副主任 副主任 对啊 这个郑主任呢 有了解当地情况的 军事干部来担当 我来辅佐他 这样的话 我也能为我的家乡 多做点贡献 但是等临江稳定下来以后 军粮工作运送结束 我呢 就重返前线 参加南下的战斗 这是你的条件 我没条件啊 军人嘛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我知道 但是盛伟 你是军人哪 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 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我得去啊 一切 由组织决定 你说啥 让我留下 老马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我说也能不大吗 我不留 我今天早上还跟乔梁说了 我们俩一起去参加渡江 我还要上老娘的总统府 我去换旗子呢 我不留下来当仙太爷 这个都是文官干的事 我是闯关沙迪的武将 我干不来这个 老马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文官武将的 什么仙太爷 我们让你管理的 是一座城市 无史农村根据地 那就更不合适了 证媒 那乔梁比我合适啊 他读过书 他是秀才 管理林江城 他比我合适 老马 你这次知道上级配给你的 军管会副主任是谁吗 不 不会是乔梁吧 你们把他也留下了 老马 组织是信任你的 才让你担这副担子 你不要以为 只有上前线打仗才了不起 老马 我告诉你 管理一座城市 要比打仗肯男太多了 怎么你不服气啊 我没有啊 别乱扣包子啊 好 那我也不多说了 老马 你给我记住 这次任命 是上级领导 集体研究的结果 你接受也得接受 不接受也得接受 服从命令 即刻就任 听见了没有 你 你嘟弄什么呢 大声点 你听见了啊 政委 你不想知道 军管会主任的最后人选吗 谁当主任 其实对我来说都一样 那我告诉你吧 组织上采纳了你的建议 挑选了一位 在临江地区 工作了多年的 原县大队的大队长 马安山 新任军管会 瞧不准到了 来 马准 来 瞧不准 你们两个 临江未来的父母官 握个手吧 老马 摸个手嘛 老马 我请来 老马 好 好 好 宋队决定 永明宣县县大队大部分留下 改编成为临江卫戍部队和警察部队 由马山同志和乔梁同志带领 蒙古团和剩下的县大队同志 整合到一起 由程庄同志带领 即可奔赴前线 还有啊 鉴于这次临江的军管会 成立的比较仓促 所以我们研究决定 马安山同志这个主任 只是暂时代理 一旦条件成熟 更想工作 走向正轨 我们再把你复赠 代理主任 刘政伟 您的意思是 如果我干不好这个代理主任 就 就可以倒是签下打仗是吧 你要是干不好 就给我蹲在临江写检查 哪儿都蹦上去 更甭说渡江打仗啊 棒棒 你现在这思想有问题啊 什么时候开始 对革命工作 挑三检四啦 参加渡江战役 是革命工作 这才临江当主任 就不是革命工作啦 我告诉你 你要是条汉子 你就给我把临江 治理得井井有条 让这里的老百姓 过上比过去 好百倍千倍的日子 让人们看看 我们共产党 是怎么管理新城市的 让这些新城市 是怎么欣赏向荣的 师父 刘政伟说得对 我是不应该挑三检四 是应该 是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 把这个代理主任干好 我就是不明白 你说我这天生 一个武将的料 干嘛非得干这 文官的活呀我 我真是想不通 我们也没有指望你 马上就想明白 我和老刘只是想知道 你能不能接受 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做好这个临江军管会 代理主任 能 还是不能 我在问你话呢 你能还是不能啊 能 乔梁同志 到 你说我们党队伍里 为师不多的 有文化 有觉悟 又能争善战的同志 相信呢 你对这个全新城市 一定有独到的见解 那么由你来出任这个副手 是考虑到 我们对临江城的地方干部 进行管理的一种新模式 你可以跟他们做一个 很好的沟通和补充 鉴于马上山同志 在临江周边战斗多年 有着丰富的经验 有你和马上山同志搭班子 那么对于临江县城的 稳定和发展 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困难 包括政委 想法倒是有 但是我愿意接受 组织的任命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能理解 两位同志的心情 毕竟是打了这么多年仗 行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两天 你们两个做好 留下来队伍的思想工作 也跟临江地方上的同志 做好交接 出城部队 最迟后天开拔 你们对临江的管理 从现在开始 二位市领导 临江可就托付给你们了 让我们俩给留下的部队 做思想工作 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问你话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都留下了 好啊 好啊 好什么好 娘 我们俩不想留下 你说什么 阿山 阿晏 阿山是说呀 挺好 我们都觉得挺好 这留下来的 是最好的安排 是啊 难得纵队领导 想得这么周到 把你们兄弟俩都留在临江 再也不去打仗了 多好的事啊 就是 哎呀 还是这领导的决定英明 娘 你知道吗 现在咱家阿山呢 那是临江的一把手 正直 什么正不正直的 代理的 代理的怎么了 那也说明领导认为 你水平高能力强 领导能错了吧 这事要做 也得阿阳做呀 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人家阿山呢 有能力领导 才让他当他一把手 那怎么着 您对领导还不信任呢 那倒也是 不过我就觉得 阿良比阿山合适 娘 你们都没说在重点上 现在问题是 我们俩都不想留 你听我干啥呀 雨山不能说的 怎么 你们都不想留下吗 谁说我们不想留下来了 娘 谁去啊 是 因为一开始吧 我跟阿山啊 确实想不通 对吧 但是领导是不是 找我们谈话了 谈话了那就想通了 我们现在都想通了 我们都留下 娘 就留在临江了 守在娘身边 给娘尽孝 怎么了 您这两个儿子 谁都不会走 您放心吧 一万个放心 是 娘 本来啊 应该是我们俩 是不想留下 但是后来领导 跟我们谈完话是吧 我们都想留下了 孝敬你 这就对了 看把我吓的 其实啊 不管在哪儿 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们兄弟俩 在失散了 现在这种安排呀 是最好的了 阿良也安全了 阿山也能留在阿良的身边了 咱们一家人 再也不分开了 多好啊 是不是 让我这个武将留下了干文官的活儿 纵队守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我这样一心直想着打仗的人来讲 留下来守城就像天塌下来似的 马安山 你属什么地儿 你在这儿转什么圈儿啊 这儿连人头都晕了 好不容易休息个半天 你有空在那儿转圈儿 你就不能过来帮帮忙了 帮啥忙了 我在这儿忙活一天了 你看不见哪 你 你晾鱼干啊 对呀 你婆娘我挺着大肚子 在这儿晾你最爱吃的下酒小菜呢 你晾他干啥呀 晾他干啥 这不每年都晾的吗 现在进城了 我着用着多晾点 到时候给桥梁分点去 行行行 别晾了 别晾了 我把他去打仗了 你晾他给谁吃啊 打什么仗啊 领导不是决定让你留下来了吗 领导决定 把他决定就决定了 你有啥不能同意的 在家门口当个父母官 这多好的事啊 我干啥呀 我是干啥的 我是军人 是大将军 我干的是解放全中国的大事 领导算啥呀 我留下做的父母官 我不干 别别别说别说 收起来 你这帅好了他还走得了吗 一边抽风去 少炮的鱼杆 别人都打仗去了 我凭啥留下呀 人家都在解放全中国的大事 解放老百姓 我留下干啥呀 我能干啥呀我 我能干啥呀我 大将军 大英雄 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不让你去解放全中国 那是他们巨大的损失 让他们后悔去 不生气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老马 有些事啊 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想 站在宗队领导的角度上 咱考虑考虑 你说和解放全中国比起来 这守灵江城也挺重要的 你看呢 咱们吧 这好不容易把这个城给打下来了 那总得有人在这守着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咱们的战友 才能够没有后悟之忧的 大踏步地向前进 对 是应该有人守城 可为啥偏偏是我呀 那怎么就不能是你呀 你说你爸在这个 林江打了那么多年的游戏 对这儿的情况多熟悉呀 是不是 那我要是领导 那我也把你留在这儿 反正啊 不管你怎么折腾 我觉得吧 反正你跟这桥梁 那肯定得留下一个 你说得对呀 有一个留下就行啊 什么意思啊你 你又去那娃娃 把油杆刷开 给阿良放出 你跟娃娃 你又抽什么风啊 市长啊 老首长 我可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您不能把我扔下 带着部队 你们去赌江去了 把我扔下了 对不对啊 这可不够意思 是 把我留下啊 是纵队党委的意思 但是这可是有活话的呀 只要林江城稳定下来了 军长转运工作一协速 那我就可以重回部队的 市长 您只要说一句话 您说 强烈邀请把乔梁同志 调回蒙古团 那我就有希望啊 您的话一定管用 市长 我是属于前线 我得打仗 让我留在后方想幸福 算怎么回事啊 我不敢 市长 您帮帮我 您帮帮我 行不行 是 对了 这就对了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好不好 好嘞 是 好 想好了 什么想好了 我想好了 留下来 你留下来 是啊 留下来 别骗人了 怎么可能呢 你比我还想上前线打仗 是 本来呢 我比你更想打仗 但是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天亮你想想 你站在纵队领导的角度上想想 跟解放全中国比起来 林江城就不重要了吗 林江城打下来就得有人守 我们把这个林江城守住了 前线打仗的战士 没获顾之忧 就可以大踏步地往前走 解放全中国 真是难为你了 想出这么大一堆烫衣 同样的革命工作 那谁说上前线打仗就高级 留下来的这手冲就不高级了 挑肥减受 你还说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乔梁同志 好好想想啊 我能想清楚的事情 你一定也能想 除非你 除非你个人主义冒头 不想做我的副手 你才这么想呢 那不就行了吗 纵队领导都觉得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留下来守林江城 那谁说 谁说不是把这个好钢 用在刀刃上呢 留下来 那个服从命令守林江城 就这么定了 亲爱的 乔梁同志